好 接下来呢 要给各位提个醒啊 平时生活当中有很多细节 一定要多加小心 12月12号的9点45分 朝阳市消防救援支队人民路消防救援站 接到了群众的报警 说位于建平县国际酒店附近门市房内 有一人坠入了库房地窖 人民路消防救援站立即出动了一辆 抢险救援消防车和五名指战员赶赴现场 实施救援 9点50分 消防人员到达现场 经询问得知 被困者为一名60岁左右的老人 事发前 老人正乘坐自家货运升降梯进入地窖 由于升降机钢丝绳突然断裂 老人坠入约3米深的库房地窖 双腿和腰部均受伤 不能自行移动 了解情况后 救援人员立即制定方案 两名消防员下到地窖内 一人微微抬起被困者 另一人为被困者穿戴三角救援带 护住被困者腰部 避免二次受伤 随后 地上救援人员和群众合力将老人拉出地窖 10点02分 老人被安全救出 前往医院进行救治 消防部门提示 升降电梯要定机坐好维修维护 避免应钢绳断裂发生坠梯事故